Lets Unbox! 我是杜鳳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周海 SXFigure Command Rider Game Mushio Gamer 是天津社长队彈泥斗社长 再加上SmartBang三大企业共战的外传 我不懂怎样形容 又是收费电视网络网剧 一个转身成为HumaGear的彈泥斗社长 再用Aku的恶意变身而成的 你当是暗黑版的Mudeki Gamer 本身HyperMudeki也很有型 现在变成黑色版更加正逗 事不宜遲 开出来看看 盒子很厚 有什么配件 盒口是因为后面有一大堆头发 有些弄起了的头发可以换 跟这个HyperMudeki一样 不过这个头发上次 玩HyperMudeki的时候 也有说过 是相当之易断的 大家玩的时候屈要小心一点 整身捆到很多膠纸膠布 应该很容易刮花 我已经拆过膠布的时候 很难拆 因为为什么呢 哇 弄起了尖角 如果你不看着 整只手指都被它插穿 周围弄起了角 很多无敌猩猩 给大家感想一下造型 前面 側面 还有后面 它很有那些 噩噩 暗黑无丝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些好像烏鸦翼 烏鸦毛那些 都被插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动 周围插出来 会顶住 我们试一试 肩膀 其实有点危险 如果你一个不留神 这些很容易炒断了 一叶咕咕 断了这枝就麻烦了 手臂都可以上到这么高 其实是可以的 总之大家都是要就住 让我尋起一些 好 另外呢 前臂可以屈到这样 另外呢 哇 腰 因为我很害怕 这些 是很容易断的 它是用了硬胶 不知为什么 是没有什么柔软度 感觉上面 有点像高达模型的那些剑 一下就断了 哇 这些很恐怖 胸甲可以这样扭 扭的时候 小心点头发 是很沉气 但是真的很危险 那腰呢 也扭得很厉害 没有问题 因为它本身那个 盔甲不是很长 而且都比较修身一些 那不是很阻止腰的可动 哇 幻梦无伤啊 当然这些东西可以拔出来 但是我也不建议大家拔的 因为你拔松了 你这东西一跌了 你就大事 所以没什么特别 都不要搞它 那这个幻梦无伤的Local 可以转得的 另外一个Game Mood Driver 这个东西也可以关掉 咔嚓 我这样脚这里 哦 它又没有这个拉出色关节 那处理方面呢 大腿这里 其实已经很像真骨雕 真骨雕也是差不多的 处理方法 好 可以最多外側起脚 踢到这么高 好了 因为这个也有个Holder 在这里 这个Holder 大家都要遮住 如果你不注意 又是拍断了这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东西要很小心玩 太霸道了 这些规甲 扭它有时候 真的要小心 哈哈 各样的位置都好像很容易烂 有一些惊吓的东西 好 那么前面可以踢到这样 那个小腿 哇 我又被这支插了一下 哇 好痛 上周玩Black Sun插穿的手尾还好 还在损 最多屈到这样 基本上那个Body是漂亮的 刚刚说过 处理上也有点像真骨 但就因为造型方面 所以令到它那个活动有点瘦了 不太好扭 好 之后呢 配件其实真的没有的 它是只有手型 总共有四 加上拳头 总共有四对手给你换 另外呢 它的配件 就刚刚说过 有一大堆头发 我跟大家换了一些边来玩一下 好 那就是 我打算很难 怎料一下就退了出来 我拔走了这两个 另外这两条 旁边的边仔 都可以拆除 盒子上面 其实都印了ABCD和左右 有些marking在这里 那不要猜猜猜 跟回说明书 万无一失 不会弄烂 说明书说明 左右ABC是拆哪个位的 哇 哇 看起来的头发是挺有型的 哇 飘逸 发死人 这些头发 在戏里面呢 他又全CG去表达 这个 伏长头发的效果 但是呢 现在他这样换了Pax之后 都很有动感的 大家跟回说明书 这样就 跟回笋位 慢慢进去就可以了 记住小心一点 因为真的很容易断 还有呢 顺打一提就是 换手型那里 你看我现在 为了配合 伏头发呢 就换了手型 但是因为呢 他整个东西不知道握什么位置好 到处都好像很吉手 又怕弄断 就变成一个受力点 有点难搞 我换手搞了很久的时间 但是 哇 帅哥 好 那先拿一只Hyper 目的奇出来 虽然暂时 他们两个就没有机会碰头 我都希望可以有个光暗对决 希望之后的电影 或者短片有机会做到这个场面 哇 其实真的整套甲都是改色的 但是那个感觉差很远 基本上 Undersuit 就用回GAMU的Undersuit 你说膝头 脚的盔甲 胸甲 甚至乎手部盔甲 基本上都是改色 换了肩膀 还有那个 头色都有些分别 但是那个感觉上面就好像 差很远 挺漂亮的 这个虽然是一些改色 合成兽 但是感觉是挺有型的 《幻梦无双》 《幻梦无双》 不过呢 有个位置很好笑的 在那个 两个社长决斗那套外转电影 《幻梦无双》也是厉害 打到Dowser七个一皮 厉害 厉害 但在Outsider的第零话 他又被Delta 差点杀死 不过好彩 他亦都有这个 暂停这个键 有POSE的功能 暂停了Delta 不然有这个暂停时间的功能 其实已经被Delta堆倒了 就是Smart Queen 已经堆倒了《幻梦无双》 所以实力是如何呢 就是比Dowser 但又比Delta 那个实力是有少少模糊的 海外的邪恶拉打大集合 很有型 接下来就会有一个 《蒙面超人Outsider》的一套 外转短片 网络电影 都很期待这套电影 除了期待这两位社长大对决 加上Smart Bing 介入 《财团X》之外 我很期待有黄蛇 在这套Outsider 会有什么新的表现呢 还有天灾和年仔 都会有这个新剧情 非常期待这套电影 希望之后再出更多奸的拉打 黄蛇 Delta 是时候都会出新版的 直接出真骨 今天的爆箱指数 白发 其实真的很漂亮 又不是太贵 出奇地 我认为这些一定会炒 可能这套电影始终都是 网络电影 不是那么多人看过 所以令到那个 受欢迎程度一般 因为之前那只 Modeky Gamer 也炒的 反而 彈泥斗 这么受欢迎的角色 现在有一个 暗黑版的Modeky Gamer 有这样的造型 无双Gamer 但就好像没什么人提 没什么人去理 而且始终 可能XA也完整了很久 所以就变了热情 已经减少了 但真的漂亮 也是刚刚所说的 虽然是Modeky Gamer 改色 但它少改动 已经令到感觉差很远 而且 XA的SHF系列 都是眼睛没什么神髓 颜色比较淡 如果眼睛 红色可以再鲜一点 神髓会更好 比较淡 但XA系列 那些眼睛也是比较差 XA系列 XA系列 而且很吉手 哈哈 是有点瑕疵 整个东西都漂亮 好了 今集暂时先玩到这么多 喜欢影片记得点赞 和分享给朋友看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集再见 拜拜